国内本土疫情急需升温 那么现在大家也是蛮紧张的 因为就在今天台北市内湖某大楼 有员工家属传出有症状 大楼也紧急消毒 要求员工不要进公司上班 而就连送货员到这栋大楼送货 也明显的感受到严密的防疫气氛 而附近的上班族也是人心惶惶 实际的查证 这间公司回应 这名员工回报说家属有状况 而目前呢 这名员工已经居家隔离了 至于公司其他的150名员工 则是自主健康管理 在家上班到5月底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回应 为了让民众安心 地方政府消毒的范围会比较大 不代表这个地方就一定有确诊者 民众不用过度恐慌 台北市内湖这栋大楼紧急消毒 还要求员工不要进公司上班 就连送货员到这栋大楼 也明显感受到气氛不同 不仅进出入口封锁城单一入口 更派专人站门口消毒 量体温 本来这个入口没有加装 那个人在管制测 耳温跟酒精 后来现在有了 然后单一入口只能走这边 这个大门关起来了 会害怕 因为很近 对啊 那当然就是口罩戴好戴满 附近上班族人心惶惶 因为这间公司 有员工家属传出有症状 公司办公的地方 有前洞和后洞 由于附近有不少办公大楼 民众也拉高防疫意识 实际查证这间公司回应 指出员工的家属有状况 这名员工目前已经在居家隔离中 全公司150人都采自主健康管理 一直到5月底为止都得在家上班 只是这名有症状的员工家属 是不是确诊者也引发外界关注 我们在昨天早上 就已经提前 公司就提前超前部署 回到家里办公 那也确实减少了传染链的一个组成 我们都有持续的追踪 那它的状况都是在掌握之中 相关的消毒 那可能接触的时间 可能都非常的短 那都不符合在我们这里面 所谓的一个活动室公布的原则 指挥中心强调消毒的地方 不一定代表有确诊者 只是地方政府想要加强防疫 民众不必过度恐慌 彻底做好个人防疫比较实际 记者总的